中时新闻网报道,柯文哲被深压禁建民众党怒发声,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与台北市长任内期间卷入京华城弊案,北检经讯后依贪污罪向法院申请积压禁建。 民众党稍早发出声明,强调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,陆立从工,已向以台北市发展及市民扶植为最高原则,清廉自持,将所有新力置于市政推展之上。 并指出,柯文哲配合调查尽遭构陷罗之罪名,民众党全力支持柯文哲捍卫自身清白之法律行动。 民众党说,针对京华城一案,柯文哲向来秉持公开透明之原则,将陈情之内容交由相关权责机关及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,经由全体委员采供视觉集体审议,完全依法办理全程公开,和已尽遭台北地检署认定有违背职务之徒例行为,令人难以理解。 民众党指出,检方于新闻稿中空泛指称柯文哲主席收受贿赂,毫无相关依据,甚至在新闻稿出来前后,竟又有多篇新闻以独家报道方式,指称柯文哲有不明资金云云,恶意带风向试图导引舆论,为审先判,其心可意,让侦察部公开沦位笑柄,本党强烈谴责。 民众党强调,自柯文哲遭搜索至今,配合调查尽遭构陷罗之罪名,民众党全力支持柯文哲捍卫自身清白之法律行动,并呼吁法院秉持独立公正之原则,依证据秉公审理裁判。 检调侦办台北京华陈荣基律案,北检30日约谈民众党主席柯文哲,因他拒绝夜间征讯,且欲禁自离开侦察庭,故检察官于京,31日凌晨当庭逮捕。 柯文哲律师申请提审遭北院驳回。 检方认为柯文哲涉贪污图利罪,嫌疑重大且有勾串,灭证之余,申请羁押禁件。 律师叶庆元认为,柯文哲此劫难逃。 叶庆元经,31日,在脸书粉专贴文表示,柯文哲此劫难逃,递检署会申请羁押不意外,法院核准的机会也非常大。 他质疑认为,京华城不是都市更新案件,柯文哲在市长任内,以指示副市长及都发局的同仁,违法给予都市更新的奖励容积,这个违法图例非常明确。 不过,叶庆元点出,真正有问题的是,以违法图例案件,为什么会拖到选后裁办? 是不是为了要维持柯文哲及民众党的政治能量,来分散反对党的选票? 叶庆元更指出,如果柯文哲真的被羁押,民众党的问题是,是不是应该要将柯文哲开除党籍,或者是停止党权? 他猜,民众党只能继续挺到底? 北检侦办京华陈荣基律弊案,指挥连政署搜索,约谈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到案。 北检认为柯文哲犯嫌重大,且有串阵之余,申请羁押境界。 前立委蔡振元感慨表示,如果今天柯文哲是副总统,就不会有这种事,他也劝国民党的朋友,此刻若有恩怨就放下,以大局为重。 蔡振元晶,31日,在中天,张雅庭辣晚报,节目中表示,他要劝劝蓝营的人,柯文哲落难,蓝营不必要加码落井下石,这不好。 同样的是在野党过去有多少恩恩怨怨,也没有他被柯文哲修理得那么惨,他曾劝蓝白河,去马祖庙前抽签决定总统,副总统,柯文哲却说他的助理带头罢工,不接他电话。 蔡振元接着表示,如果今天柯文哲是副总统,会不会有这样的事?若当副总统比较没什么事,没什么责任,甚至有机会等着当总统,检察官感动你吗? 执政有执政的优势,再也有再也的弱势,蔡振元也劝国民党的朋友,这个时机若有恩怨就放下,柯文哲嘴巴就是坏,但是